還記得我剛跑完娜爸馬拉松 腳踝扭到的樣子嗎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到底是為什麼害我在比賽當中 會扭到腳吧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馬拉松比賽當中 常見的五種NG行為吧 這種NG行為可能都導致其他跑者 因為你的知識行為會有受傷的情況出現 例如像馬場三寶 第一寶就是進水站急平 這件事情就會導致你後面的跑者 本來跟你跟得很緊 可能會因為這樣突然撞上你 導致他扭到腳 加油 馬場三寶的第二寶就是跑步當中 S型的方式去前進 這樣的強盡頭方式是很危險的 像這樣 欸 欸 馬場三寶的第三寶就是跑步當中 隨地亂圖彈 而且不看旁邊到底有沒有人出現 馬場三寶的第四寶就是有些跑者 他們可能是比較初階段都站在前排 這樣可能會導致精英跑者 會被影響喔 馬場三寶的第五寶就是有些人 跑步當中可能會急停下來綁鞋帶 這個時候會導致後面的人抓到你 所以記得跑步的時候要慢慢下來 再開始綁鞋帶喔 那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不要有這幾種情況出現 否則在比賽當中很容易導致別人受傷之外 也是人家很討厭的跑者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好 你可以 希望 radioactive 詐